咦 前面有把最大的暂时键 上面好像还有个座位 这 这感觉 大家好 我是小包 今天简简单单给大家表演一个预见飞行 需要用的是娃尔基里天空模组 它可以给我们搭建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建筑 添加上物理核心 打破我的世界原有的方块框架 没错 这又是一个添加物理核心的模组 不过这个比我们上期那个核心要更加稳定 而且更加实用 拿这个村民的房子做演示好了 我们只要在它的上面放上一个物理影响器 然后往影响器中放入物理核心 再按下组装船只的按钮 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这个房子已经被设定为一个飞船了 再点击这个气候物理学 这个房子就符合物理规律了 这个时候在飞船上放下一个船长的椅子 然后坐上去 用上下左右键还有空格还有X键 就可以控制房子飞来飞去了 这个时候有人就要说了 不是说好的符合物理规律的吗 我不是牛顿 但是我看了一声打人 别急 只是这个座椅比较离谱而已 它不是这个模组飞船系统的主要部分 算是一种娱乐的道具吧 不用考虑动力推力什么的 当我们离开了这个座椅 房子会和不小心踩进粪坑里一样 直直的从天上掉下去 然后在地面上弹上好几下 尽管没有办法把侧密的房子摔散架 这个掉落应该还是不会让牛顿失望呢 模组中不同的方块也是有不同重量的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窍窍板 给它装上物理核心 右边放上木头块 左边放上铁块 启动后有铁块的那边会直接砸下去 在这个翘翘板上可以走动移动 也可以放置各种新的有功能的方块 比如箱子合成台什么的 都是可以正常运作的 目前该模组的最新版本中 飞船系统和以前有较大改动 个人感觉更科学 也更适合做那种可以飞的战船 里面有螺旋桨 引擎 船舵 船轮什么的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具体展示一下 首先实现这整套系统的核心 是一种反重力的 会在地底下生成的天空矿石 开采这个矿石之后 会掉落天空水晶 也是反重力的 当你身上持有该水晶的时候 你的重力也会受到它的影响 其实应该说是会获得一个向上的力 身上待的矿石越多 就像在月球上一样 跳跃和降落都会发生改变 当矿石的数量达到36个的时候 重力会和身体持平 导致在空中平移 身上的矿石数量再多一点的话 就会直接飞到天上去 然后就是飞船系统 首先是一个物理影响器 和需要放在里面的物理核心 它可以把我们做好的飞船模型 组合成真正的飞船 在组合成飞船之后 还要启动它的物理核心 才能让这个飞船符合世界的物理规律 PS为了避免整个世界都被连接到飞船上 草方块和机缘方块不会被连接 另外我们的方块要尽量保持对称 由于方块的重力原因 不对称的话会导致飞船抖动 不平衡 甚至在天上转圈圈 然后控制飞船上升的装置是这个 我耳机里压缩机 刚放置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金块的样子 需要放2x2x2的规格 然后用扳手右肩底部 就可以把它组装成压缩机 总共需要4个 全部弄完之后 往船的中间放一个中继器 用线栏把4个压缩器连接到中继器上 然后再把中继器连接到上升控制杆上 这里总共是5条线 右键这个控制杆 就可以控制飞船的悬停高度了 不过虽然我们的飞船是左右对称的 但是前后这些装置的重量不一定可以对称 所以我们可以在物理影响器里 把飞船与这个世界对齐的选项打开 就可以让飞船保持绝对的平衡了 或者用这个模组中的船只稳定器 它也可以让飞船平稳下来 不过刚放下来的时候会抖动一会儿 可以重新起飞或者对齐一下 再然后就是控制飞船水平方向运动的装置 我们首先需要用到引擎部件 用2×2×3的规格放置这个部件 然后用扳手右键就行了 这个引擎需要连接齿轮箱来给风车提供动力 然后这个转轴可以延长引擎的传动轴 再到飞船的尾部 用3×3×3的规格放置一个个的小螺旋桨 右键扳手把它变成一个大螺旋桨 把它连接在转轴上 就可以给飞船提供前后的动力了 用扳手右键这个齿轮可以改变它旋转的方向 最后还差一个变速感 把齿轮和速度控制器用线缆连接在一个中机器上 右键速度控制器就可以改变齿轮的转速 可以高速也可以停止等等 现在往前的力有了 还需要一个左右方向的力 不过重新弄一套的话就不太方便 我们可以在船上放一个船轮 在船底放置两个船杆 要1×1×2的长度 然后扳手右键把它变成船舵 然后再把它们和船轮一起连接在中机器上 就可以控制方向了 注意旋转这个船轮的角度不需要太大 底下的船舵是绕着圆形旋转的 转过头的话就转回去了 然后想控制速度的话就去变速器那里改一下 想控制高度就去上升控制杆那里改一下 这个飞船整一套东西弄下来过程还是相当麻烦的 但是这也更有飞船内味了 不过你要是想要简单一点的话 可以直接用开头那个船长椅 这个船长椅的话什么都不用管 直接飞就完事了 然后这个模组是可以和朋友联机完的 你们可以各自坐飞船 然后进行一场激烈的飞船空战 这个模组还有专门的附属模组 等离子加弄炮什么的 就各种大炮 好几个飞船在超远的地方互相对哄 那个画面感肯定很壮观 这次的这个52机体天空和上次的那个重力枪相比 方块制作的更真实一点 非常建议你们玩一下 MCBBS上也有大佬做的搬运和介绍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点个赞支持一下呗 我是小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